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前段时间我们在排位时 玩了一局西施 一手一技能左右横拉 带领我的队友成功翻盘 而最近翻看更新日志时 呦哼体验服务竟然对西施进行调整 看这一长串的内容调整幅度还不小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此次调整将西施的一技能效果 调整为杀父之音的标记 在敌人被牵引到终点后才消失 也就是延长了一技能的印记标记时间 对一技能的操作并没有什么影响 那二技能新增了效果 能量球会自动飞向 被一技能杀父之音标记的单位 能量球命中敌方英雄后直接爆炸 二技能效果调整为 外圈能量球不再造成爆炸伤害 并且相应调整了技能伤害 那我们对比了一下 西施二技能伤害数值面板 可以看到西施二技能的基础伤害降低 爆炸伤害提高 法术加成降低 满级神装西施 二技能最远距离总伤害量为4352 边缘爆炸伤害为1782 体验服二技能总伤害量为3524 边缘爆炸则没有伤害 那虽然牺牲了二技能的一些伤害 削弱了二技能的爆炸范围 但是体验服只要一技能命中敌方英雄 二技能就会自动飞向印记 目标直接爆炸 降低了西施的操作难度 让西施的伤害更为稳定 不用像以前一样 刻意去操纵敌方 走到二技能范围去吃伤害 并且还能节省一段一技能的控制 当你二技能伤害不足时 可操纵敌方向几方防御塔或队友走近 提高了击杀敌方的几率 三技能新增效果 开启时会击退周围的敌人一秒 大大提高了西施的自保能力 实际测试中我们发现体验服的西施还可以大闪 这样西施在对线时就可以玩出一技能接大闪 将敌人击退回五方塔下 来回吃塔伤的烧操作了 并且体验服还将三技能强化期间 二技能冷却时间减半调整为强化期间 二技能能量球数量变为三个 同时命中同个目标时 伤害衰减75% 那曾经我们给大家提到过 西施的连招为12321 等两秒再21 施放12技能后 开启大招刷新二技能CD 让第二个二技能 与第一个二技能进行重叠 此时我们放出第一段一技能 让敌人走进二技能吃两次伤害 利用大招期间 二技能冷却时间减半效果 等两秒后再放二技能 利用第二段一技能 再让敌人走到二技能的范围 这样就能让敌人最多吃三个二技能的伤害 而如今二技能CD减半的效果取消了 西施最多只能让敌人吃到两次二技能的伤害 所以现如今西施连招仅为12321 当敌方英雄贴脸时 连招为23121 先手向前方丢出一个二技能 开启大招 将敌方击退到二技能的爆炸范围内 然后再释放一技能 此时大招已经刷新了二技能 释放强化二技能 用一技能控制敌方 连吃三个能量球伤害 普通的小脆皮连强化二技能伤害都没吃到 就已经暴毙 就问你这伤害爆不爆炸 体验服这部调整对于西施而言 无疑是史诗级在场 其实现版本西施在高端局中 已经属于T1级别的法师了 首先他可以充当工具人 让经济 其实我们打开边路胜率榜 可以发现 如今坦边胜率名列前茅 这就意味着 保护射手除了辅助以外 还多了个肉坛 许多法师对一些顶在前面的大汉都束手无策 而西施则不一样 他可以用一技能分割战场 拉到后排直接秒杀 绝对血转 拉到前排也不亏 没有了前排保护 我方刺客更容易进场 切敌方后排 只是因为上手难度高 以及前期技能爆发上涯太低 导致他十分冷门 成为了大神的专属 如今体验服降低了西施的操作下限 对二技能的爆炸机制也有了调整 练习成本降低了不少 登场率应该会有所回难 这一波调整可能就让那些 把西施一二技能用的出神入化的 高端玩家们有点难受咯 所以小伙伴们甚至稀释加强 这还不练起来 等到上限正式服啊 用来上分 岂不美哉